这指甲是来保护我们的指头的 但是如果它变成脏脏灰灰的话 就是俗称的灰指甲 灰指甲如果严重的话 后果可是很可怕的 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 长根音乐的皮肤科主治医师 黄玉慧 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黄医师早安 大家早安 好 黄医师首先先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香港脚 还有灰指甲有点搞不太清楚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事实上应该这样讲 不管是香港脚或者是灰指甲来说 都是黴菌感染造成的 只是感染的部位不同 香港脚是黴菌感染到脚 但是灰指甲是黴菌感染到 我们的指甲所产生的 是 好 那通常这个灰指甲 它的表现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这个灰指甲过名失忆 就是指甲变灰了嘛 那通常是因为这个 黴菌侵犯了指甲之后 让我们指甲真厚 所以看起来会灰灰的 所以它叫灰指甲 是 就是厚的 你的脚支层好像变厚的那种感觉一样 没错 没错 所以看起来就整个指甲 其实上会震厚 然后产生灰色的颜色 好 就在门诊上 我们第一时间要做什么处理呢 第一时间当然通常 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会来 尤其是夏天快到的话 都想要穿凉鞋 很多人都会很在意这个问题 我们的话通常可以用擦药 或是吃药来处理都可以 是 好 吃药要吃多久就会好呢 一般来说灰指甲 因为是黴菌侵犯到指甲 所以它治疗没有办法那么快速 尤其是只靠擦药好 震到渗透的指甲里面 把黴菌整个铲除很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用药的部分 在脚指甲的部分 大概都要吃到12周的药 才有办法真的让它根治 12周等于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那时间还蛮长的对不对 对 要很有耐心 吃这么长的药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对 没错 其实很多病患都会担心说 吃药吃这么久 我们会对身体感染影响 对 的确我们真的很小心 有时候这些灰指甲的药 还是有可能经由这个肝代谢 让我们的肝功能受到影响 所以在吃药之前 或吃药的中间 都还是需要抽血来做检查 就是还是要小心一下抽血 来看有没有影响到肝功能 对 所以用药上也要特别小心 好 那讲到这个灰指甲 其实我知道它是一个 不痛的病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 甚至是女生 她可能一旦有灰指甲 她可能就涂个指甲油 盖过去就算了 没错 其实不治疗的话 严重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还是要这样想 因为这个灰指甲是霉菌的感染 那灰指甲被感染的时候 通常合并会有香港脚出现 那有些人 尤其像糖尿病的病人 当我们的这个皮肤上 有这个霉菌感染 可能造成一些看不到的伤口 细菌如果进去里面 可能造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蜂窝性组织炎 是一个严重的病症 需要打抗生素 甚至会发烧 最严重来可能会有 败血症的出现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鼓励病患 有关于这个灰指甲或象牙甲 还是要好好的治疗它 是 好像特别 对 慢性病患是不是 比如说像糖尿病 如果它如果灰指甲 不能轻忽 对不对 没错 尤其是这种糖尿病的患者 或是慢性病患者 或是老人家 民意功能比较不好的 还是要把它治疗好比较好 是 那最后的话 请医师告诉我们 这个灰指甲该怎么样好好预防呢 对 因为台湾 因为太潮湿了 对 又很热 的确这个霉菌感染 是我们的大敌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会建议 有相刚脚跟灰指甲的病患 可能就是不要穿着包鞋 尽量是要通风 那穿着这个袜子 也尽量是有免质的 可以吸汗 要透气 那回到家里呢 不要一直穿着这个包鞋 还是可以尽量 穿着这个比较通风的拖鞋 让这个鞋子可以 让我们的这个脚可以舒展一下 可能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霉菌的感染 是 就是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就对了 但是万一还是有人 就是必须每天穿着包鞋 他还是不幸得到 那他可以就是 到药房买药来擦 这样对吗 如果到药房买药来擦 有时候是这样 因为有的人常以为 自己是灰指甲 或是香港脚 事实上根本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 病人跟我们讲说 他已经自己去买了 这个药吃了三个月 都没有见好转 怎么会这样 那事实上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灰指甲 是 所以最好还是可以请医师 帮忙做诊断 确定是什么疾病在治疗会比较好 是 那会讲出了吃药之外 万一有人不适合吃药的话 那他涂药也可以吗 可以 但是就是要有耐心慢慢涂 要涂比较久的时间 涂药效果比较不好是不是 一般来说因为指甲很厚 所以要藉由涂药渗透到整层指甲 造成疗效比较困难 所以其实吃药的话 效果还是最理想的对不对 以目前来说的确还是 所以这个会指甲的病需要非常有耐心的治疗了 很有耐心 真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